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她在娃哈哈纯净水广告中的样子 那时的她刚刚出道 阳光 帅气 干净 热情 在那个小鲜肉一词还未大肆流行的时代 这个矿泉水男神 不知道成了多少女生心中的白月光 然而就在前不久 有网友曝光了一则王力宏参加活动的视频 在视频中 我们的男神王力宏 颜值竟然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变成了这样 周巴巴的衬衫 狂野的落腮胡 中分发型似乎还带着点花白 不修蝙蝠的样子 和以前清爽的形象判若两人 以至于许多网友都不经直呼 王力宏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事实上 这并不是王力宏第一次 拉里拉遢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了 早在上个月 王力宏的好友陈剑舟 就在印子上分享了一组他的近照 只见他戴着鸭舌帽和黑矿眼镜 背着背包 整个人都充满了沧桑感 毫无男神形象可言 不仔细看的话 真心认不出来是他 不过 相较于普通人的震惊和难过 王力宏的粉丝反倒相当开心 因为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一旦二哥开始不修蝙蝠 那就证明 新专辑快来了 Soga 原来王力宏啊 就是潜心研究作品去了 看到这儿我误了 他才不是什么放纵堕落 有言任性 人家这是妥妥的有才任性啊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王力宏 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脱口而出 才子 孙燕姿就曾说过 王力宏是一般女孩子 很难抗拒的典型 因为她外形帅又有才华 就连歌神张学友 也对她赞不绝口 她才是真正长得帅 又有才的艺人 不仅如此 她还会七种语言 精通十三种乐器 拥有双博士学历学位 这样的她 完美到就连成龙 都不止一次地说 王力宏要是我儿子 该有多好 王力宏之所以走上音乐这条路 背后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由于在美国出生长大 她是学校唯一的华人 所以 小学时期的王力宏 常常遭遇种族歧视 那时 她没有朋友 被孤立的她 只好一个人躲起来听歌 爵士 摇滚 R&B 民谣 在那难挨的几年时光里 是音乐 治愈了她上小的心灵 给予了她力量 成为了她与这个世界沟通的桥梁 由于自小学习乐器 再加上兴趣使然 六年级的时候 王力宏已经熟练地掌握吉他 阳琴 钢琴 以及架子鼓等设备 也就是这个时候 她渐渐发现 每当她在演奏或者唱歌的时候 其他孩子便会忘记她的种族和肤色 把她作为一个平等的朋友来对待 不仅如此 还有许多同学主动邀请王力宏加入他们的乐队 担任鼓手和主唱 音乐 改变了她与世界的隔膜 但真正改变王力宏想法和命运的 则是一封她在15岁那年收到的信 那是一封来自于学校门卫的信 这位门卫名叫Sam 是个越南侨民 二十几年来 Sam每天擦地板 扫厕所 他从来没和学生们说过话 学生们也从不和他说话 但是在学校一年一度的音乐节前夕 Sam却突然找到了王力宏 颤颤巍巍地递给了他一封信 打开信纸 歪歪写写的字体 全部用大写字母认真写道 我在这个学校当了那么多年校工 你是我见过的 第一个单纲主唱的亚洲男孩 我今晚要带我六岁的女儿来看你的演出 因为我想要她看到 我们亚洲人也可以带给人好多正能量 看完信的一瞬间 王力宏仿佛被雷批重 他第一次意识到 原来音乐中蕴藏了如此强大的 影响他人 激励他人的力量 这封信被王力宏从15岁保存至今 正是他 促生了王力宏心中的音乐梦想 也让他确定了一件事 要写自己的音乐 要发唱片 要让华语音乐在世界上大放异彩 做音乐这件事说起来容易 但在王力宏的父母看来 却是近乎疯狂的一件事情 王力宏出身于世家 父母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一名医生 所以做歌手这件事 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父母家人们的反对 但坚持己见的王力宏 高中毕业后 果断拒绝了耶鲁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的OFR 转头选择了能够主修音乐 与亚洲研究的威廉姆斯学院 正是跟音乐杠上了 对于华语乐坛来说 王力宏的闯入是个意外 1995年 19岁的王力宏回台探亲时 被星探发现 并由此出道 刚出道时 王力宏长着一张标准帅哥脸 走的是奶油小生的路线 尽管有过硬的唱功 但那会儿却没人注意到 他的创作才华 所以前三张专辑全都不温不火 直到1998年 大学刚刚毕业的王力宏 一手包办了新专辑 公传自传的作曲 编曲 和声 摄影 这张由他本人亲自操刀的唱片 制作人两大奖项 这一年 他刚满23岁 当时王力宏有多火呢 歌手林佑佳曾说 学生时代最大的偶像便是王力宏 最痴迷的时候 一度将他的照片夹在钱包里 当时几乎所有的电台都会播放他的歌 爱你等于爱自己 公传自传 唯一 Forever Love 花甜错 大成小爱 每个人的MP3里 一定或多或少都有着有关于他的回忆 有人说 王力宏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和影响力 在于他的天赋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 在王力宏的光芒与荣誉的背后 也有着无数我们看不到的奴隶 他六岁会拉小提琴 八岁的时候就会弹钢琴 十三岁的时候就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首歌 那是因为在同龄的孩子还沉浸在玩游戏的时候 他每天都在刻苦练习各种乐器 王力宏有一首歌叫《十八般舞异》 在这首歌里 他游刃有余地玩赚各种音乐器材 什么小提琴 钢琴 架子鼓 琵琶 长笛 口琴 吉他 钟软等十多种乐器都不在话下 他曾说过 天分很重要 但努力才能让天分更有价值 而他的十八般舞异 则每一样都是自己一点点认认真真 勤勤恳恳磨出来的 从歌手出道 再到跨界大荧幕电影 相比其他行人 王力宏少了许多坎坷竞争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演艺圈 王力宏确实有些顺得过头了 说实话 这样的人生是很容易飘的 但良好的家教 早已奠定了王力宏生命深处 朴素的根底 成龙曾在节目中公开吐槽 王力宏的家几乎是叫家徒四壁 曹哲也曾表示 王力宏虽然钱赚得多 但是生活上非常非常节俭 这话不假 王力宏的一件衣服 基本上穿五年以上 一件T恤 衬衫 穿十几年是家常便饭 比如 前两年他参加吐槽大会时 穿的那件那大白T 也被粉丝曝光 是穿了15年的旧衣服 他的一件演出服 可以反复穿去57场演出 期间缝缝补补 直到实在无法再穿才肯罢休 高中时候的棒球帽也时不时拿出来戴一下 行李箱不坏不扔 一用就是近十年 三十岁的生日礼物 别的男明星都送自己豪车超跑 他却说 买跑车向爆发户 转头给自己买了一辆 1.2万的二手面包车 并且一开 就开了十年 直到车子已经完全报废 才依依不舍地把他丢弃 就连上节目都被好友曹哲爆料 穿的是破了洞的袜子 对于王力宏如此抠门的行为 许多网友们感到不解 赚这么多钱不花 留着有何用处 直到王力宏在一次采访中 公开了自己的收入分配 百分之十花在音乐制作 剩下的百分之九十 全都用于公益 众人才恍然大悟 原来 王力宏不是抠门 只是将钱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2006年到2010年间 王力宏曾在老窝 塞拉利昂等地 陆续收养过20个难民孩子 每次天灾人祸 他不但会在第一时间 捐款捐物 还号召更多人关注弱势群体 给予受难者力量 除此之外 他建学校 捐图书馆 关注环保 他的公益 从来不仅是浮于表面的形式 而是融入着 发自内心的真诚 王力宏曾经说过 用钱买的新衣服 总有一天也会被穿就 但是用来做公益 却能解决别人当下的困难 在这个明星动辄 以公益炒作的娱乐圈 鲜少有媒体 得知他每次的善举 但尽管他的善良 避开了闪光灯 埋没在娱乐圈的 煎炒烹炸之后 却让知情者们 无不动容 前几天 许久不见的 王力宏在社交平台发文 称自己为失眠人士 制作了一份助眠音档 身边太多人 都有失眠的问题 真心希望能帮到你 并标注 只送不卖 只想让你一夜好眠 这时许多人才知道 原来二哥隐身的日子里 一直都在关注着 各类需要帮助的人群 除此之外 为了让更多的人 免费学习音乐知识 他还研发了一款APP 为此特地自学编程 敲代码 修复bug 以至于费寝忘食 放弃了形象管理 一不小心 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不过呢 王力宏也说了 我对自己的外表 没什么感觉 因为看过自己 最丑的样子 所以 尽管许多网友 感叹王力宏 颜值崩塌 少年感不在 他却不以为然 甚至 还有点小乐在其中 这样的他 让我不禁思考一个问题 所谓的少年感 到底是什么呢 初到二十六年 王力宏早已卖过了 四十大关 虽然年过不惑 但他却从来不仅不卖 始终宜然自得 而我想 对于王力宏而言 所谓的少年感 一定不是光滑平整的容颜 不是漂白透亮的衬衫 也不是青春期特有的 鲜薄瘦销 而是一种 发自灵魂深处的 对生活的热爱 对梦想的执着 对未知的探索 对未来的毫不畏惧 以及敢想 敢做 永远学习 永远进步 永远努力的能力吧 看着这样的王力宏 我突然想到了电影 《无问西东》中的一句话 这个世界缺的 不是完美的人 而是从心底给出真心 正义 无畏 和同情的人 王力宏便是如此 给这样的他点赞 也祝愿你我 都能像他经典台词中 说的那样 爱你所爱 行你所行 听从你心 无问西东 请不吝点赞